今天我们的现场呢 也邀请来了一位特别特殊的嘉宾 他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 也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名留学生 他更是一个有着坚定梦想的年轻人 他到底是谁呢 一个最近非常好的人 是always dealing with art 国际天才魔术大师 一位的天才魔术 没有日 没有夜 一直在研究魔术 不带有一种文学的诗意 没有 他是永远特别的魔术 他一位一位魔术师 他一位一位魔术师 假如说哈利波特是神话 童话的吧 那么这个伊弗呢 是我们神话里面最接近的哈利波特的 这么一个魔术师 我相信你能让人们哭 如果没有 伊弗蒂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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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团日子 走进了很多大学 我不觉得我在做什么讲座 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讲师 更没资格指导你们什么 我只是把大家当做自己的好朋友 真心地分享 也许对一些人来说 有价值的一些东西 不管是电视表演还是大学讲座 我每次上台前 在后台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个画面 二十年前 我跟我妈妈走到一个面包店门口 我妈妈给我三块四毛发了 让我走进店里面 买一根长棍面包 我当时手上拿着这些零件 一步一步慢慢走到柜台 排队 排在其他客人的后面 手 全身都在发抖 紧张到快要尿裤子 因为害怕 害怕轮到我 害怕柜台那个阿姨看我 害怕她问我 你好 你需要什么 对当时七八岁的我来说 看到一个陌生人的眼睛 就这样眼对眼 始终恐惧 要自己张开嘴说出一句 就是太太 我想买一根长棍面包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都是巨大的挑战 嘴都会抖得连话都说不出口 但是小时候的我 自卑 没有自信 我当时住在大巴黎郊区的一个平民区 很多白人 黑人 阿拉伯人 但我从小学到大学 我几乎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华人 从小因为瘦小 因为不一样 经常被同学欺负 受到不少挫折 所以我在外面几乎不敢讲话 每个人看我都觉得我很自闭 甚至有老师问我妈妈 你儿子是不是哑巴 当时每天上学 只彷徨着一件事 就是放学 回家 回到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空间 把自己锁进自己的世界里面 当时的我 完全不敢在班上举手发言 怎么能想到有一天会上电视表演 更没想到有一天 会面对这么多人 以及用不太发抖的声音 不太结巴的方式 跟这么多人说话 今天站在这里 对那个小熟奶面包都会发抖的我来说 已经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魔术 魔术让我找到一条出路 魔术让我知道 passion是什么 也就是热爱的一个梦想 是什么 很多人听过的故事 直到在七岁半的时候 一枚硬币让我认识了魔术 那时候我看到一个街头魔术 是就怎样一枚无法 让硬币在他手中 消失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魔术 我以为这世界上有一种 可以让人脱离世界的方法 对于当时那个不快乐的我来说 魔术 也许就是可以让我脱离世界的方法 但是后来 当我真正认识了魔术 我才知道魔术不光可以给我带来一点自信 让我变勇敢 它主要是一门能帮助别人找回梦想的艺术 当我们翻开词典去找魔术是什么 一般都会是戏法 障眼法 骗术 骗人的表演艺术 我真心认为很多词典 字典里对魔术的定义 是错误的 因为当你在大街上 不管在欧洲 美国 当你在大街上问一个人 What is magic 随便问一个人 对你来说 Magic是什么 如果你问的是一个孩子 他会说 Magic is like Santa Claus 也就是他等待了一年的圣诞礼物 有个神秘的老人 从他的家壁炉下来送给他 这种感觉 对孩子来说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就是Magic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抬头 看到天上的星星 或第一次天上的雪花 打到自己的脸上的感觉 那时候的感动 也是Magic 你问一个学生 What is magic 有些人会说 Magic is like my first love 魔术就像我的初恋 我第一眼看到一个人 让我有心跳加速的感觉 让我觉得他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半 或者Magic is like achieving something you think you could not achieve Magic就像实现了一样 我们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 你爬一座很高很高的山 试了很多次 爬到一半 因为氧气或体力不足 你放弃了 你停下来了 你跌倒了 但几年后你再试 再爬 一直坚持 直到你每一天真正做到了 站在山顶上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Magic 也就是这些生活中很少遇到 偶然的 但就珍贵的惊喜 感动 让人一辈子无法忘记的 叫做Magic 我Magic作为Art 作为一门表演艺术 也就是能随时随刻 带给人们这种 人生少有的感动 感觉 如果魔术能做得美好 如果魔术能做得有意义 如果魔术能像一部好的电影 一部好的小说一样 让你看完了几十年后还记得 如果魔术能有故事 一个打动你的故事 影响你的生活态度 也去改变你看世界的一个角度 给你带来能量 力量 那我认为 就是一门有价值的艺术 有意义的魔术 Meaniful Magic 每个魔术我也许表演过几百次 上千次 但每一次我都会提醒自己 在这个观众的眼里 在他的心里 是他的第一次 也就像二十年前 我自己第一次看到Magic 眼中亮蓝的星星 我一定要努力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留下一颗梦幻的星星 我不敢说我每次都能做到 但努力把每一个人收藏起来的那份感性呼唤出来 几秒钟的时间也许让他找回自己充满梦想的童年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 我每天都告诉自己 我的梦想在哪里 我就要努力在哪里 你们有没有梦想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我从十几岁开始 就经常自己跟自己聊天 你也知道双鱼座 两条鱼可以互相聊天 最常聊到的话题 就是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 哎 双鱼座 思想总是在脑海中停不下来的又来又去 我经常跟自己说 If 人生其实就这么简单 你每一天有八万六千四百秒 你人生有很多事情想做 那么唯一重点就是你每天怎么去用这八万六千四百秒 去走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未来 想到这里 你就会发现 每一秒都值得你去珍惜 而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不是双鱼座 我都鼓励你 起码试一次 闭上自己的眼睛 认真地发抬几分钟 闭上自己的眼睛 想象你的未来 想象你的梦想 想象你理想中的哪个未来 等你想清楚了 看到目标了 看到哪怕是个模糊的方向也好 再睁开眼睛 再大胆地回到现在 回到今天 这个我认为很重要 也是我经常自己跟自己说的 等真正看到了 哪怕模糊地看到了 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再睁开眼睛回到现实 你的梦想你的方向就在那里 然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地去考虑 怎么样能走到你想要的那个地步 多少人 连想都不敢想 觉得没有意义 觉得自己做不到 我脑子里那条鱼一直跟我说 不要怕 走不到 也不要怕梦太大 太远 因为一切 都是从你脑子这里开始 Einstein常说 你的想象有多大 你的心就会有多大 你的世界才会那么大 一切都是从你脑子这里开始 只有勇敢去尝试疯狂的人 才有机会创造不可能 我从小就是Einstein的分色 虽然当时他的书我大部分看不懂 但我记住了这个感言 就是一切的开始 就是要敢想 你要敢去想 要敢去梦 Dream of living 去梦你的未来 That's the start 可以想很大 可以梦很大 但重点是你有没有梦 你可能会说做梦很简单 实现梦想很难吧 爱因斯坦会说 不要担心这么多 就从你现在的位置开始走 摸摸你的口袋 用你现在身上口袋里那几十块钱 就可以开始走 因为你现在所拥有的 就已经足够了 等你老了 动不了了 再去想你自己能做什么 现在我们都还年轻 活泼 就去想你想做什么 然后就去做 你最大的敌人 就只有你自己 非洲有一句名言 如果你不怕自己内心的魔鬼 如果你征服了你自己内心的魔鬼 外界不会有任何的魔鬼可以阻挡你 我觉得自卑和自信 是我们骨子里的一对孪生兄弟 自卑是带你向下沉沦的恶梦 自信则是远处召唤你的天使 两者的合意成就了我们 成就出或多或少的与众不同 你有很多梦想 很完美的梦想 想要当亿万富翁 想要环游世界 希望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 但每天早上一起床 面对残酷的现实 就像被打一巴掌一样 你会觉得不可能了 我条件这么差 做什么梦 你会觉得不可能了 我的钱不够 做不起这个梦 你甚至会觉得不可能了 我的时间不够 我年纪大了 来不及做梦了 我想跟你们说 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梦想 你一定会有强烈 想完成这个梦想的欲望 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梦想 你怎么舍得就让它被藏在心里 永远没有时间的一天 人生就短短几十年了 再想下去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就从你先来来为止开始走 如果你身上有足够好的故事 你有没有想过写书 也许你就是下一个报经经 如果你脑子有足够好的创意 看事物的穿透里 愿意为件事情努力 为件事情去拼 你怎么没想过自己创业 也许你就是下一个于敏弘老师 徐晓平老师 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看世界的角度 你可以留学到欧洲 美国 也许你就是下一个李安 我真心希望你们好好看看自己 你的身上一定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才华和优点 你的心里一定有一个梦 你喜欢自己的这个优点 你想不想实现你的梦想 如果你点头了 那就开始我这个梦想努力吧 不要怕 不要害怕走出社会给你们定好的框架 不要害怕走出父母对你的安排 不要害怕别人嘲笑你的梦想不够伟大 不要害怕别人嘲笑你的梦想太不现实了 看看我 我小周什么都害怕 胆小 自卑 但是因为梦想 我不会再怕了 三年前我刚毕业 我放弃了瑞士JP Morgan银行的工作邀约 放弃了投资银行高薪白领的工作 放弃了我的文凭 自己一个人从巴黎跑到北京 手上拿着多年写下来的一个梦想计划 拍一个魔术纪录片 将近半年的时间 我天天早上抱着我的梦想起床 天天晚上抱着我的梦想睡觉 天天白天抱着我的梦想 到处瞧门 跑遍法国 北京 台湾找投资人 我父母反对 甚至找人劝我放弃 很多人觉得我神经病 拥有这么好的文凭 放弃一个人人羡慕的工作 自己瞎折腾 选择做一个不一定会成功 收入不稳定的工作 也有人冷眼看着我 因为时间到了 没有找到投资 我就自然会放弃 但是 我没有放弃 我就一直告诉自己 不论花多少时间 我都不会放弃 因为有些事如果你不去做 你也许会后悔一辈子 相信你们 毕业时 很多同学都会面对 同样的这个选择 自己有个初心 有个想法 自己闯一闯 还是做那份安稳的工作 我走这条路 就是冒险 我也不是来这里 鼓励你们冒险 一切事情都有它的 opportunity cost 机会成本 我选择的这条路 就是放弃了当初的另一条路 我只想说 如果你真正的有一个初心 有非完成不可的决心 不管你家人支不支持 不管社会的框架 定义你这件事情现不现实 也不管你自己觉得 自己的条件够不够完美 时机够不够完美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条件是完美的 没有什么时机是完美的 我一点都不完美 你也不需要有多完美 你只要敢 对自己的初心 say yes 对自己的梦想 say yes 对自己的未来 say yes 大胆的内处第一步 不要怕去努力再努力 没错你会受伤 你会碰到很多钉子 你会一次次跌倒 摔得很痛 爬起来你会再跌倒 摔得更痛 因为每一条通往实现梦想的道路上 就是会不停地跌倒 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从挫折和钉子里爬出来的人 三个月前 我才刚跌倒了一次 成功的人帮我享受就是我的魔鬼 没想到二十年后 他还会是我的魔鬼 我觉得人生也许一辈子 都要学会自己去面对自己的魔鬼 自己不停地去面对自己的恐惧 不要逃避 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有摔倒的时候 跌倒很痛 跌倒 你也许会被人笑 跌倒也许你会被人骂 但是在你跌倒的时候 如果你这真的是你的梦想 在你跌倒的时候 你会再次地闭上眼睛 再次地发呆 想一想你最初最开始的 那个初心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 你在这里就会感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支撑你 让你站起来 让你再出发 继续往前走 就像于老师说的 如果你跌倒了十次 就再也不爬起来了 那就永远 他就永远是 但是他摔倒了一万一次 哪怕是 他一万也一次 继续再起来往前走 实在站不起来了 我爬 也要爬着往前走 这就叫成功 也有人说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要成功 必须努力 努力很累 很辛苦 不停地努力 真的很累 很辛苦 就像我妈一直骂我 说夜里三点不睡觉 起床练魔术究竟是为什么 我就只回她一句 这个为什么 就是比我的睡眠更重要 是有时真的很累 是有时脑子也许会有想放弃的想法 但在这个时候 心会告诉我 不能放弃 因为梦想 手上这件事情 还没做完 不要因为任何人放弃你的初心 人生没有什么事会完美 永远会缺一个脚 但希望你能跟这张红星A一样 永远不放弃 一直的上升 做一个不停上升的红星A 真的不容易 一直努力 也不一定为了要得到什么结果 而是为了当你老了 快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 你起码能说 我这一辈子也算努力过 也算做了点什么 没错 你会睡不够觉 你会受到很多挫折 会吃很多苦 不管你再多么的坚强 就像Rocky说 Life will beat you down 就是Life 就是生活 有时候会有把你打到趴在地上的时候 你多么能hit 不重要 你多么能打 不重要 重点就是 你多么能get it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你多么能经得住被打 带着伤 继续往前走 慢慢走 不着急 人生也不要太早 实现所有的目标 可能后面会很无聊 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两个字 大胆 去努力的梦想 坚持 你的信仰 成为那个最棒的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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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知道 军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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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长